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2 在9月4日的荣耀新品发布会上 荣耀推出了一款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超玩新机 荣耀Play 3 在999元起步的价位段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 包括4800万像素直出6.39英寸魅眼全视频 那这款手机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简单的体验一下 首先来说外观 荣耀Play 3正面配备的是一块6.39英寸的挖孔全面屏 荣耀将其称之为魅眼全视频 要知道这样的设计之前基本都是出现在一些中高端的机型中 千元机上使用实属罕见 开孔位于正面的左上角 孔径很小 持有4.5毫米 内部即是前置摄像头 整个边框和下巴控制的也还不错 屏占比是做到了90% 在同价位段的手机中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 荣耀Play 3的机身采用了2.5D后盖 配合中框一体化无缝设计 8.1毫米的机身厚度配合176克的整机质量 握在手中显得非常的轻薄 背部细密的星光绿动纹理 在不同的角度下会呈现出不同的3D眩光效果 整体的观感还是OK的 而且整个背部的设计非常简洁 硬件直出的4800万加800万加200万下速的后置 三摄纵向配列在机身的左上角 没有多余的元素看上去非常的清爽 在配置方面 荣耀Play 3搭载了70710F处理器 这是因为采用了12nm工艺制程 打造的8核心Big Little混合架构SoC 主频最高2.2GHz 搭配OS Turbo 超级文件系统Link Turbo 以及方舟编译器等旗舰技术 具体表现如何 咱们还是通过实际的测试来体验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使用了安兔兔对其性能 进行了跑分数据的量化 可以看到其综合是得到了169085分 其中CPU和GPU分别是得到了72336和28918分 对于一款售价999元的千元机来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了 最后我们使用王者荣耀来测试手机在游戏时的帧率表现 测试过程中我们会对手机的帧率进行实时的记录 再开启多线程 高帧率分辨率设置为高 同时将画面质量设置到超高的情况下 荣耀Play 3最高可以达到58-60帧左右 平均帧率也是维持在了44帧 平均波动5.2帧表现还不错 而且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 也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卡顿和掉帧 应付我们日常的游戏需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系统方面 荣耀Play 3运行的是基于安卓9深度定制的 Emotion UI 9.1操作系统 界面清爽操作流畅 同时它还是下人技术2.0 OS Turbo的首发机型 通过修改系统底层带来了更加快速的体验 经过测试 荣耀Play 3的软件启动速度实现了19%的提升 同时在后台多个大型任务切换的场景下响应也是非常的快速 丝毫不会觉得卡顿 在相机部分 荣耀Play 3后置的是一组4800万加800万加200万像素的AI三射 对于一款千元机来说也是非常的有诚意了 毕竟同价位段的手机基本都还停留在1200万像素 该机支持直出4800万像素确实还是比较给力 来看一出样张 由于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好 基本都是阴天 但在这种环境下荣耀Play 3的表现也还是非常的稳定 样张画面通透白平衡准确 最主要的是4800万像素直出的画面解析力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通过放大可以看到墙面名牌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 字体边缘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模糊和错位 而在夜景方面的表现作为一款千元机来说 荣耀Play 3也确实给我们了一些惊喜 从实拍样张中可以看到在夜晚光线相对比较好的环境下 荣耀Play 3所拍摄的照片画面亮度适中明暗错落有致 整体的白平衡噪点以及对高光的抑制表现都超出了一款千元机的水平 另外在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4800万像素直出的效果 即便是在夜晚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放大可以清晰的辨认石头上所雕刻的小字 所以对于一款999元起收的手机来说 荣耀Play 3在相机方面的表现确实是越极的 最后来简单的说一下续航 荣耀Play 3在8.1毫米厚的机身中塞入了一块4000毫安时电池 配合功耗表现不错的麒麟710F处理器以及节电技术 我们在将亮度和音量均调整至50%的情况下 实测30分钟网主荣耀共计消耗了10%的电量 30分钟的在线视频也仅消耗了4% 表现还是不错的 日常使用两天一充完全没有问题 那其实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体验之后呢 不难看出作为一款999元起步的千元机来说 荣耀Play 3的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6.39英寸的魅眼屏 4800万像素直出AI三射 以及出色的续航都给它加了不少的分 OK那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回家 当然你还可以点赞分享评论说出你的想法 我是龙儿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